郭老师 男生所有的话 都像极了海岩的一部作品 就是 拿什么拯救你 我的爱人 人生苦短 和不逍遥自在 女人这一辈子不容易 所以我要好好地带自己 这不像是一个 90后女孩子说出来的话 不像 因为你还有太多的人生经历 没有度过 我极其痛恨现在的 有一小部分的年轻女生 她们的标志大概是这样的 身上一定要挂着名牌 头上染着夸张的颜色 手里不叼两根烟 不叫成熟 不来两杯酒 不叫自由 她们以为这是燃烧 青春的燃烧 但其实这不过是堕落 事实上证明 这样的生活 其实挺空法 所以主持人才会说 你那么缺爱 一个蛋糕就会把你打动了 说明你很空虚 一个真正有追求 有生活梦想的人 在生活当中 应该是很充实的 不会因为了一个蛋糕 把自己感动得稀里哗啦 那说明你身边那些人 都是什么 只会陪你喝酒啊 只会陪你在灯红酒 律下推杯换盏 但是真正要在生活当中 跟你有几句真情实义的朋友 说几句真心话的朋友 有吗 没有 所以你才会那么空虚 才会一个蛋糕 就把你感动成那样 所以所有的话 归结到一点 人这一辈子 过的就是那个真情实义 你在生活当中 哪怕是你在繁华的都市里面 你每天很潇洒 当一身人尽的时候 你想到的 依然是那个能够守在你身边的人 这恰恰是你们为什么能够在一起的 那个瞬间 我同意那两位老师说的话 你不爱这个男生 只是他跟你那些旁边的朋友比起来 有一点与众不同而已 所以你自己要内心想清楚 我对你的祝福就是好好的生活 年轻的时候是应该燃烧 但不应该堕落 而对于男生来说 你拯救不了任何一个人 你先管好自己 在将来如果选到一个自己真心实义喜欢的人 就爱好他一个 就可以了 就这样 男生有一点要分清楚 爱和战友不是一回事 是爱还是战友想清楚 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想不清楚这个事 所以就打打闹闹的 女生 因为小 因为爸爸妈妈有的时候 我看我们现在的爸爸妈妈跟孩子们说话 孩子们听不进去 我倒觉得我们的老师们 今天说的这些话都是应该爸妈说的 我希望你能听进去 好吗 一定要听进去 因为是为你好 你也听进去哦 电视机前的你 如果跟他一样 麻烦你听进去 今天老师们的话 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 我都不说为了别的 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 烟啊 酒啊 不良的生活习惯啊 就戒了吧 真的不是为了别人 就是为你们好 话说中了啊 想清楚 你想清楚了吗 好吧 我们看看80后和90后 是怎么在60秒的时间 表达自己的 我们一起进入到 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黄金60秒 我觉得 我还是喜欢你的 所以说才有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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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